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店家比较可以保护自己 还说这是二十多年前 他在中国碰到黑心店家的时候学到的教训 没想到来到文明的台湾会碰到这样的状况 虽然店家有私讯 但是员工不承认家财 所以双方没有和解 感谢观看